欢迎来听台湾星光大道 陈信宇被限制出境 其实是在6月3号的时候 这个被禁管 陈信宇当时只是被禁管而已 因为特征组把这个陈信宇 赵建民 陈志忠还有陈敏勋 列为伪证罪的被告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检方当时是对陈信宇 发布禁管通知 因为包括赵建民 包括陈志忠 都已经被限制出境了 那陈信宇是第一次成为被告 所以他被发布的是禁管通知 这是在6月初 6月3号的时候 在6月22号的时候 这个第一次开庭 这个侦察庭当中 陈信宇当庭就立刻认罪 说在国务记要费中 他是帮父母做了伪证 但是当时庭他也提出一个陈报状 说他要出国禁修 要求解除这个禁管 但是检察官在这个陈报状提出之后 担心他一去不回 反而限制他出境 在这个同时 律师传出 律师指出说陈信宇当庭 是立刻痛哭崩溃 那律师呢就提出了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四大保证 要求取代限制出境 但是检方没有同意 那在6月26号的时候 就是被限制出境的四天之后呢 陈信宇到看守所去 请陈水扁来帮助他 去求助他说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去美国念书了 然后呢陈水扁的回答是说 我自己都被违法羁押了 你要忍耐 没想到陈水扁这么一说 陈信宇的情绪失控 当场痛哭 因为发现他连爸爸也没办法帮他 处理这件事情了 那过了三天之后呢 陈水扁因为担心他 女儿会自杀崩溃 还会带着小孩一起自杀 于是就写信给 马英九总统要求放过陈信宇 一一九的求救信在六月二十九号 发给了总统府 总统府呢到今天早上说 终于收到了这一封信 那收到这封信之后 马总统在昨天晚上已经出国去了 那总统府说呢 这个信呢会想办法传给马总统 那马总统过目之后会如何处理 不知道 那这是最新的进度 不过呢六月二十九号就写一一九的信 其实陈信宇要在今天以前就回复美国的大学 所以时间上真的是相当的这个紧迫 陈水扁的这封信 马总统看过了之后 到底该如何回应呢 昨天很尴尬的法务部长王清风已经说了 不能够干预个案 会依法秉公处理 就是不能够干预这个个案 那王清风不能干预 显然马总统也不能干预 那陈水扁写给马总统做什么呢 其实马英九能做的事情就是 他把这封信转给法务部 王清风看后再把它转给承办检察官 就这样子 程序就结束了 那过了七月一号这个期限 那没办法你信发得太晚嘛 那检察官自己要做个判断嘛 就是你程序上就是 这是个诚情函嘛 就人民诚情 然后涉及到司法个案 总统能干嘛 马英九要干预吗 就是说马英九如果去管这件事情 就证明前面一切都是政治干预司法 那马英九不管这个事情 又说你很残酷 又被说是没人性 对 残酷也没人性 所以马英九 王总统能做什么 就是把信转给法务部 法务部不能介入个案 最多是把这个陈水扁的陈情信 转到检察官那边 不过这都来不及了 那陈水扁就直接写给检察官就好了 反正经过这么多手 还是要转到检察官 我是觉得 总统府连这样转给法务部 再转给检察官都不好 否则他就变得邮局了 你是暗示我要还不要 都不要 约个C就好了嘛 然后后事回给陈水扁说 我总统不能干预个案 你只要认为这个 限制处境处分是不当的 请你向检察官申请 直接跟检察官联系 不就好了吗 总统怎么能接触个案呢 他又不是收发中心 所以我陈情给他 就要转东转水 反正他讲一下 让他下面去写 就让他属的这条信 我的意思是说 陈水扁其实是知道的 而且知道马英九也是不会管的 这个信我认为 故意写 写给大家看 写给陈鲜宇看 我无能为力 我顶多尽力是这样 然后造成说 我是为了女儿向马英九 低头引起民进党 你看马英九 陈水扁都已经低头了 你还让政治追杀 怎么样 这在挑动情绪 陈水扁 他是律师 他会不懂这些吗 所以这些小美不呢 总统府发生过 有电话求救的 那我看法不太一样 不要转给法国部 要转给内政部 内政部 因为要当真 因为要当真 因为涉及到不是 陈信鱼跟陈水扁 涉及到三个无辜的小孩 转给生命线 转给生命线 转给社会局 要评估陈信鱼 目前的精神状态 是不是有威胁 三个小孩子的可能性 你如果不当真 你如果真的不当真 万一真的小孩子受伤 马英九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这个求救 是给你马英九嘛 所以我把这封求救信 当作报案 因为是他亲身父亲报案 亲身父亲报说 女儿会伤害孙子 你无论如何 要去做一个动作 所以因为这 我认为这一家 最无辜的 就这三个孩子了 万一三个孩子 真的有 那他如果没有 就请陈俊陈报一次 就请陈俊陈要说明 说我精神状况 一切安康 我可以做医疗检查 那社会局 当然就不能介入 否则 你想想看 现在单方面的陈述 我们都说是假的 陈俊陈有哪一天崩溃了 把小孩子 像上次有个小小小女生 把baby丢下来 他崩溃了 他把小孩子 稍微推一推 受伤 这点也是社会局要处理的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 至少要转给 社会局 社会福利 有关单位 或者儿子 基金会 也可以了 那至少要去做一次 陈姓鱼精神状况 是否自杀或伤害小孩倾向的 家户拜访 评估 一个家户拜访 拜访完了以后 陈姓鱼要说明他自己目前是没有这种倾向才可以 会 如果现在有被陷入出境了 或是有被羁押的人 这种情况 可以被比照前线的人 都写信给马英九 都写信给马英九 马英九都转给内政部啊 或是不给我放出来 我家那个老婆啊 很多人有可能把我小孩 拿去自杀 都有可能情绪崩溃 好啦 那我觉得 丽萍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就比照办理 通通转给内政部 社工人员通通去家里 去通通做精神检查 有那么多社工人员吗 够吗 那为什么陈姓鱼要这样做 其他人你不这么做 也是不行嘛 对不对 其他人写的信 蔡皇郎不会出来开记者会 我倒是 所以大家都不会注意 我倒是认为 每个人都被他 这是陈水扁的推论 推论你不这么做 我们陈姓鱼可能会自杀啦 可能会崩溃啦 可能带小孩去死啦 那为了防止陈姓鱼 以后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政府要投入很多人去注意嘛 我认为不对的 这种事情是你这个 总要社工人员 现在社工人员介入家庭 他有家暴的时候 就都胎开被打了满头伤啦 或是小孩子最初被虐待了 有伤了才会介入嘛 那假如推论你他有可能发生 哪一个人家庭父母都是精神很健全的 都不会随时突然火大了 打小孩出去 那社工人员怎么介入 没有那么多社工人员 因为啊 这个当然我完全同意啦 这个整个评估 我其实这样说的意思 其实是顺着他的 顺着他 就是说你这两点 你都要确认的 第一个是真的 那当然怎么处理 如果是假的 我们也证明他现在又讲假话嘛 所以换句话说 你不论真假 你现在透过我刚刚所建议的方式 你都得以确认 以后陈水扁跟陈信瑜 你还能用小孩子说谎吗 你这两件事情 你他现在是自己家人的 每一个人 他的秘书 他自己写信 还居然到总统府 他也不是随便开个记者会 那你总统府就把他 要加以确认嘛 你给我确认一下是真假 不管真假 对社会对司法案件 都有他实意 所以我说当然要 因为这个案件究竟特别了 跟社会一般案件 就不在意 这种都主目了 不过这一封信 是今天找上民营党的秘书长 吴乃仁呢 其实是带着旧扁联署书里头 这个有关于积压滥权的事情 要去找总统府陈请的时候呢 吴乃仁跟总统府的秘书长 詹春博询问说 陈水扁的信到底收到了没有 詹春博才请这个收发室 去注意说 信到底寄到了没 那两个人在会谈的时候 信真的还没有到 那等吴乃仁回到民营党中央党部的时候呢 信到了 信终于已经到了总统府的收发室了 詹春博立刻通知吴乃仁说 现在信我们已经收到了 这是这封信 目前旅行的进度 是在今天中午左右 总统府的收发室收到了 这封信到了总统府以后怎么处理 现在看反正法英国不在国内 那詹春博要去处理 不过在我们谈陈水扁的事件里面 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一直在应用政治 在利用人性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如果用设身处地的方式想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有亲友 甚至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 如果你发现其中有人 精神状况不稳定 甚至可能自杀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我想不会是像陈水扁一样 写一封信给马英九 我一定是找我的家人 去陪他 对 如果我是陈水扁 我应该是交代江志明 赶快把陈志宗 或者是把吴书丹 或者吴清文叫上来 保来陪着这个陈信云 要先看住他才对 应该是动作上 应该是先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去写一封信 给马英九 因为这是搞政治 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 要求赵建民 不要继续住在台南 要每天回家 赵建民也可以回 也可以回来 或者把陈信云接下去 就是说 我们在看扁家的时候 就很 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说 比如说 扁半的人 或者民进党的少数人 会把第三代 在外面所遭受到的一些 平心而论 是一些委屈的事情 比如说 会有人冲着赵一安 讲2630这样的事情 拿出来讲 对社会讲 然后放大 一副 就是说 扁家很委屈 很不幸 可是呢 后面所有东西 都是用政治的操作 你用一个小孩子 真的 真的一个状况 然后拿来 这个事情做放大 然后希望去 做你政治上的操作 甚至 希望陈水扁能够出来 这让整个社会 跟着陈水扁 一起在那边痛苦 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但是 你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政治操作 让这个社会 又没办法 对你产生谅解 这才是扁家真正的问题 今天陈兴宇也好 或者他下一代 为什么会那么苦 你不是怪这个社会 你必须先反求租己 陈水扁 无处真 你没有真诚的去面对这个事情 这才是关键 文家怎么看 我觉得我提醒总统府 面对扁案的时候 要清楚自己的总统府的定位 不要变成扁案的新闻传播中心 老是在帮他二手传播一些不正当 不确定的讯息 这样对总统府并不好 第二 我觉得透过这么压迫的时间 是希望透过时间的压迫 迫使那些脑筋不清楚的有关当局 或是决策者 在仓促的时间压力下 做出有利于他们的 错误的决定 错误的决定 但是变成是有利于他们的决定 这也是要提醒他 那我觉得第三来看 我觉得是很典型的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常讲叫边缘政策 就是把个人跟家庭的危机 升高为整个社会对抗的危机 然后来增加他谈判的筹码 所以我想这样的心态 社会大众应该很清楚 那么有关当局还是要回到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 一个 按照法律没有任何例外的情况之下 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然会有太多的不必要的因素介入 让整个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那我还是要提醒就是说 陈信玉小姐这几天的失序 我用失序 因为我觉得她有一点 连做一个妈妈最基本的一些 说话的分寸事物都失掉 虽然是她不是她亲口说 是她的爸爸帮她转述 但是说真的 一个妈妈竟然会有那些 不好的想法说真的在我们 要带着小孩子一起 我想真的是很不恰当 那我觉得这种失序 不过是想要把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硬墙加上一个道德的魔咒 一个道德的紧箍咒 你看我今天的失序都是你们造成的 我想台湾社会不会笨到这个地步 自己去对号入座 把那个道德魔咒加在自己头上 我们插播最新的讯息 有关于这个陈姓瑜陈志忠涉嫌 未证罪的这个部分 吴淑珍在昨天的法庭上面公开承认 是她要这两个小孩配合做伪证的 而且发票也是她叫他们去搜集的 所以针对吴淑珍的教唆伪证罪的部分 北检今天再度正式的分案 还是由这个侦办陈姓瑜伪证罪的检察官 林汉强来承办 预计本周可能就会传唤吴淑珍道庭说明 这是最新的讯息 我们先进广告